然后姐姐结婚的时候给马给羊 他们买房子的时候又给钱 就是彩礼没有谈好 也有导致分手的这种事情 我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姑娘 我今天穿着自己的服饰 我身边还有姐姐 还有我的好闺蜜 今天去跟他们谈一个 我们刚才男人跟前男的一种事情 就是很多朋友会在这个私信上问我 就是我们能不能通婚 有些人会说就是 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的女孩 她是不会往外嫁的 姐姐你给我讲一下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通婚 那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是通婚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姐姐 她老公是汉族啊 我有一个哥哥 她老婆是维族呀就这种 但是我看他们生的孩子也好好看 混血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人自己的自由 就看他自己 对就是我们有这种事情啊 就是彩礼没有谈好 也有导致分手的这种事情 对呀就是有啊 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就是认识的 他们就是因为彩礼没有谈好 然后后面两个人就是弄分手 刚我们不是说了吗 有些人会分开 那些分开你都已经在彩礼方面谈成那个样子了 以后幸不幸福还不好说 所以我觉得分开才是对的 对呀那我们将内比如说塔城阿拉泰伊犁的采犁的那种方法 然后就是价钱价位都不一样 就真的是不一样 对巴黎坤的是多少 哎我想二十万起步你说呢 太高了 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看这个每一个家庭的情况 我们是我姐姐我哥哥嘛 然后姐姐结婚的时候给马给羊 他们买房子的时候又给钱 其实我们就是就是希望他们好 然后他们也没有要求我们给什么 但是他们会给我们给那种 马呀牛呀给我爸给个马给爷爷给个马这样子的 我就想问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你的理想型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嗯就是怎么说呢 爱我的 爱你的 没有就是能跟我拥有一个共同梦想的这样一个男朋友 我的梦想就是自由的生活 如果你想自由的生活的话还是得靠你的努力 对 嗯你得自己拥有这个能力了你才可以去自由 所以我觉得我跟男朋友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有共同的梦想 然后当然他可以支持我支持我的爱好 那就好 那你呢 我肯定是对我好的 那对你好是肯定的 嗯首先是忠诚吧 嗯对你忠诚在守卫 如果现在有一个特别帅 然后还有钱 还对你好好的有一个汉族的你会嫁给他吗 这个时候你还是会想到家人吧 是吧 嗯 有些时候会帮自己的爱去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要看家人 你的家人会不会同意 那所以通婚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就能给他帮我听到你了 没有什么时候 有很多汉族的你会想到家人 有什么时候 真的不得适合我